位在副理箱的益胜宫 最近会有人在宫庙外面拍照 而宫庙的副主委前往了解之后 发现原来是前方的一座山 在几年前大地震山崩后涂了一块 当时没有注意到现在信徒发现了 有些说看起来像是戴着帽子的人脸 以及留了胡子的男人 有人觉得像一只猪等等 各种角度出现各种的脸庞 而副主委表示这也算是另类的打卡经典 拿着手机拍找各种角度一直拍 前面是一座山 不过仔细一看光秃秃的部分 有点像一张脸 这里是布里箱的益胜宫 有信众来这里祭拜完就忙着拍照 你也觉得像人喔 老腮虎 老腮 他说他嘴巴张开 对 因为有点像猪 两个多礼拜前 宫庙就有发现有信众 都会在厕所前面的广场拍照 疑问才知道是这片光秃秃的山崩像极了一张脸 但是各有说法非常特别 两个礼拜前 我们的信头看到的才跟我们讲 然后我们一开始看 又像人又像动物 所以这个就像主委讲的 要我那会根 副主委表示这个崩塌 其实是在2018年的0206大地震时 就已经塌了 只不过那时没有绿色植物长出来 现在过了好几年 有几棵树叶长出来了 就像眼睛也像头发 各种角度出现各种脸 副主委表示 这也是另类的打卡新景点 记者高双双复理商采访报道 就像眼睛一样